因场地所限,加上有白莲在场,不方便修四灵炼体绝绝。 在冲脉修行结束之后,江望便开始控圆绝地修炼。 于通天宫内挪一道圆,一会排成安字,一会排成望字,乐此不疲。 不知过了多久,隐约有人声传入耳中。 江望从修行状态中退出来,扭头看向白莲。 白莲给了他一个安静的眼神。 人生遇见,朕他娘的,天天干这种无聊的事。 老子来积行司可不是为了当猎户。 一个声音说,另一个声音劝道,少说两句吧。 前面那个声音道,他又不在,怕什么。 话是这样说,但他的声音明显小了,江望心中一动。 猎户是什么意思?他们在此猎杀凶兽吗? 但好像没有听到战斗的动静啊。 之前听赵汝成说过,玉横峰上有人阻止了窦月眉跋山。 那个人现在不在。 积行司,玉横峰上的人果然属于庄庭。 肆虐三山成狱的凶兽果然与庄庭有关。 脑海中思绪翻涌,说话的那两个声音越来越近,或者应该是往山顶上去。 江望狠听指挥的一动不动,一言不发,揣摩着白脸的用意。 直到现在,他还不知道要做什么。 但涉及玉横峰的秘密,涉及庄庭,不由得他不多想一些。 脚步声停在山洞外,两个神情疲惫的修饰出现在视野里。 一个身量齐高,一个满脸大胡子。 他们手上都提着一个鸟笼状的东西,他们都看着江望两人。 他们愣住了,江望也愣住了。 他们看到我们了。 江望道,这不是很明显吗? 白脸道,咱们不是布了阵盘吗? 哦,这个阵盘啊。 我就是揣在怀里太重了,随手在那里放放。 江望忍住情绪,刚刚拔剑而起,白脸已飘身出洞。 此刻他离开兽皮的包裹,玲珑身段便无法遮掩。 人在空中,自视风景。 他探出双手,轻轻按在那两名修士的眉间。 事实上,这两名修士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, 但倒数还未成形,便崩解。 他们好像喊了些什么,然而声音被某种力量所湮灭。 两名修士软软倒地,白脸弯腰,捡起那两只笼子。 你杀了他们。 江望问,如果没有听错的话,这两名修士来自畸形斯。 在某种意义上,他们是维护庄国稳定的超凡力量之一。 杀死他们,绝不是江望愿意看到的事情。 只是晕过去罢了,我怎么会那么傻? 白脸嬉笑道,万一让你讨厌我怎么办? 江望实在无法应对这些若有似无的撩拨, 只是道,咱们接下来怎么做? 白脸双手提着笼子,轻巧地往回走。 他将一只笼子往江望面前递了递,瞧瞧这是什么? 那只笼子里面有难以计数的锈针形野兽。 细看去,竟每一只都在动,并非死物。 这是,江望毫不掩饰一个小镇少年见识的狭窄。 并不是他不努力,只是他不像那些生来优渥的人一样, 本就生活在风景中罢了。 而这也没什么可惜可怜的他已走在看风景的路上。 兽龙呀! 白脸晃了晃笼子,笼中的野兽便慌乱起来,窜来窜去。 就像楚侠一样,只不过这里面装的都是活的野兽。 楚侠这等极为罕有的事物,如传说一般, 江望虽不曾拥有过,却已听说过无数次。 那万物与一侠的神奇,也曾令他心向神望。 白脸点点头,抬手道,拎着。 江望接过两只兽龙,放在眼前细瞧。 嘴里问道,畸形丝的人怎么会在这里? 他们抓这么多野兽做什么? 白脸却不答话,迈不往山洞内部走去。 等等,不是山猪在里面睡觉吗? 江望问,白脸回过身,歪头瞧着江望, 为什么山猪会在里面睡觉? 你不是说,这里是山猪的巢穴吗?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呀? 白脸轻哼着转身,这么好骗, 小心以后被什么妖女连皮带骨头吞下去。 江望,他并不愚蠢, 只是白脸是他的救命恩人, 也一直表现善意, 他没有理由怀疑他, 尤其是在这么一件小事上。 以至于他亲眼瞧着畸形丝的两名修士往这个山洞来, 也没去想其他。 往里走着, 白脸取出一盏悬明灯, 稍作操纵, 令其一直跟着两人漂浮。 这极为空阔的山洞内部, 就呈现在江望眼前。 此处并无太多人工痕迹, 只是诸多洞窟挫杂, 通往不知深浅的远处如迷宫一般。 白脸倒是轻车熟络, 毫不犹豫选了一个洞窟, 静往里走。 两人曲折往复, 走了很长一段时间, 眼前豁然开朗。 这是一片巨大的山谷, 一眼望不到尽头。 谷里有树有诗, 有花有草, 但并不给人美丽幽静的感觉, 反而看得人心情郁郁, 有一种烦躁感。 在两侧山壁上, 同样悬着许多洞窟, 江望他们就在其中一个窟里。 江望心想, 或许刚才那些洞窟里, 很多都能通到此处山谷。 打开兽笼, 倒下去。 白脸道。 哦。 江望早已研究过, 当下便将右手的兽笼放下, 先将左手上的兽笼拎起来, 笼口对准下面的山谷, 拉开笼门。 吼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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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数兽吼交响在耳边, 野兽如潮, 从兽笼涌出。 在冲出的一瞬间, 便回到正常体型, 而后纷纷落下, 坠进山谷中。 这些都是普通野兽, 有狮虎雄豹, 也有鸟雀糊涂。 它们之间, 有的性情温和, 有的性情残暴, 但都在正常范畴。 当它们坠进山谷时,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 首先是眼睛, 这些野兽的眼睛几乎在瞬间变得赤红。 兔子獠牙抱起, 小雀利爪如刀, 有的体型暴涨, 有的突生尖角, 将往亲眼所见证。 这些野兽向凶兽转变, 那些毫无理智的凶兽, 那些残暴的, 凶狠的, 噩梦般的东西。 那些几乎拖垮三山城域, 也肆虐着庄国各郡的凶兽。 它们, 竟然是普通的野兽转变而成, 由畸形丝的人捕捉, 而在这个山谷里完成演变。 这是一个巨大的隐秘, 更是一个残酷的真相。 这是一个巨大的隐秘。